水保局、花莲分局多年来协助在地小农提升产能、创造特色、加强行销 并和田志轩文化遗嘱基金会和麦麦景观设计顾问公司协力 帮助青农返乡开创农业新契机 并在今年7月发表的李里人品牌礼盒中 可以看到这些年来丰硕的成果 也希望透过包装行销让更多人看见花莲农村的新生命 麦麦景观设计公司总经理连取文 投入花莲农村再生辅导有将近20年的专业经验 除了安排基础课程 更结合在地农村环境举办了五感系列活动 增添花莲农产品的吸引力 今年7月份首次发表亮相的李里人礼盒 更成为了花莲南区农村直卖系统的先发亮点商品 这10年来我们政府有农村再生的政策 那农村再生它其实对社区跟农人这边的辅导 他们其实是非常的尽心尽力 那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 那我们从过去 从协助田中心基金会 我们做小农资卖所 到现在的我们就是由大难方米昌计划 那我们也很感谢说 水保局花莲分局 然后再跟农业会有的这些资金 跟技术的团队的一个协助 让我们在玉里复里这边的农民们 尤其是返乡回来的这些青年农民们 他们可以有一个机会 可以让他们辛苦工作或研发的一切产品 然后可以在我们的一些媒体可以看得到他们的 你这些看得到他们 比方说可以看到他们的未来 那我们也很希望说 在我们这些政策或者计划的协助之下 那我们这些青龙们可以在这里安生立命 李里人礼盒收藏了玉里复里九种关于地方品牌的故事 包括了米家乐、豪子米、松浦米、自然有虫米、圣山米、玉剑豪米 一丰农庄邮局、达兰富部落金针 十五里文创鸟不踏海盐等九种品牌农产 并附有故事专册一本 不仅传达了农人职人精神 也传递给消费者关于吃饭是一种生活态度 而且不只是吃,更要吃得简单,吃得健康 谢蕾慧欢迎视报道